1974年的初春,还在上高中的靖秋被学校选中,参加编辑新教材,要到一个叫西村平的地方去,住在平霞中农家里采访当地村民, 然后将西村平的村史写成教材,供他所在的宜昌市八中学生使用,学校领导的野心当然还不止这些,如果教材编得好,说不定整个宜昌市教育系统都会使用,又说不定一炮打响,整个湖北省甚至全国的初高中都会使用, 到那时,依昌市八中的这一伟大创举,就会因为具有历史意义而被写进中国教育史了 这个在今日看来匪夷所思的举动,在当时算是创新了,因为教育要改革嘛,文化大革命前使用的那些教材都是风自修的一套 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指出的那样,长期以来被才子家人帝王将相们统治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虽然教材一再改写,但还是赶不上形式的飞速变化 你今天才写了林彪大战平行官,歌颂林副主席英勇善战 过几天,就传来林彪叛逃,坐机坠毁,温都尔汉的消息,你那教材又得变了 至于让学生去编教材,正是教育革命的标志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高贵者最愚蠢,必见者最聪明 总而言之,就是贵在创新嘛 跟静秋一起被选中的,还有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都是平时作为成绩比较好的学生 这行人被称为宜昌十八中教改小组,带队的是公宣队的李师傅 三十多岁,人比较活跃,会唱点歌,拉点二胡 据说是因为身体不大好,在工厂也干不了什么活 就被派到学校来当公宣队员了 学校的陈副校长算是队副 再加上一位教高中语文的罗老师 这一行七人就在一个春寒料鞘的日子 向着西村平出发了 从宜昌市到西村平 要先乘长途汽车到宜陵县县城 虽说只有三十多里地 但汽车往往要开个把小时,绕来绕去接人 宜陵县县城里西村平还有八九里地 这段路就靠脚走了 静秋他们一行人到了宜陵县 就遇到了在那里迎接他们的西村平张村长 说来他也是一个威威赫赫的人物 在宜陵县宜昌市都颇有名气 因为他的村子是农月学大寨的先进村 又有辉煌的抗日历史 所以张村长的名字也比较响亮 不过在静秋看来 张村长也就是个个子不高的中年男人 很瘦 头发掉的差不多了 背也有点公 长相也很一般 不符合当时对英雄人物的脸谱画描写 身材魁梧 脸庞黑红 浓眉大眼 静秋马上开始担心 这样一个人物 怎样才能把他塑造成一个高大权的英雄形象呢 看来这教材真得靠边了 话说这一行七人 个个把自己的行李打成个军人背包一样的东西 背包绳的捆法是标准的三横压两竖 美人手里还提着脸盆牙刷之类的小件日用品 张村长说 我们翻山走吧 只有五里地 如果从河沟走就多一倍路程 我看你们几个身体也不咋的 还有几个女的 恐怕 这七位好汉一口同声的说 不怕 不怕 就是下来锻炼的 怎么样艰苦就怎么样走 张村长说 翻山路也是锻炼呐 走河沟还得挤道水 我怕你们这几个女的 几个女的一听到别人叫她们女的就浑身不自在 因为女的在当地的话里就是指结了婚的女人 不过 屏下中农这样称呼几个女的也不好发作 反而在心里检讨自己对屏下中农淳朴的语言没有深刻认识 说明自己跟屏下中农在感情上还有一定距离 要努力改造自己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跟屏下中农打成一片 张村长要帮几个女的背东西 几个女的一概拒绝 谁那么浇灌 不都是来锻炼的吗 怎么能一开始就要人照顾 张村长也不勉强 只说待会儿背不动了就坑一声 走出县城就开始翻山了 应该说山也不算高 但因为背着背包提着网兜 几个人都走得汗流浃背 于是张村长手里的东西越来越多 最后背上也不空了 三个女的有两个的背包都不见了 光铁着脸盆等小剑 还走得气喘吁吁的 靖秋是个好强的人 虽然也累得要死要活 但是还是坚持要自己背 对他来说 吃苦耐劳基本上成了他做人的标准 因为靖秋的父母 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揪出来批斗了 爸爸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妈妈是历史反革命的子女 靖秋能被当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享受有成分论不为成分论的待遇 完全是因为他平时表现好 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时时处处不落人后 当村长见大家有点苟延残喘的样子 就一直许试不远了 不远了 等走到山楂树那里 我们就歇一会儿 这个山楂树 此时就成了 枉梅止渴故事里的那个梅 激励着大家坚持走下去 靖秋听到山楂树 脑子里首先想到的不是一棵树 而是一首歌就叫山楂树 是首苏联歌曲 他最早从一个湖北师大俄语系 到宜昌市八中来实习的老师那里听到的 分在靖秋那个班实习的是个二十六七岁的女生 叫安黎 人长得高大结实 皮肤很白 五官端正 鼻梁又高又直 如果眼睛再凹一点的话 简直就像个外国人了 尽管安黎的眼睛不凹 但大大的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她的眼皮不是双层 而是三四层 这让班上的单眼皮女生羡慕得要死 据说安黎的父亲是胖二四的什么头头 因为九一三事件受到了牵连 所以安黎的日子曾经过得很惨 再后来她父亲又走运了 于是就把她从农村招回来塞进了湖北师大 至于她为什么进了俄语系就只有天知道了 因为那时俄语早已不吃香了 听说解放初期曾经有过一个学俄语的高潮 很多英语老师都改教俄语去了 后来中苏交恶 苏联被称为修正主义 因为他们居然想修正马列主义 先前教俄语的那些老师又有不少改教英语了 静秋就读的宜昌市八中跟整个市区隔着一道小河 交通不太方便 不知道市教委是怎么想的 把硕国仅存的几个俄语老师全调到宜昌市八中来了 所以宜昌市八中差不多就成了宜昌市唯一开俄语的中学 几乎年年都有湖北师大俄语系的学生来实习 因为除了宜昌市八中 就只有下面几个县里有开俄语的中学了 安黎因为老头子的关系 所以没分到下面县里的中学去 安黎挺喜欢静秋 没事的时候总找他玩 教他唱那些俄语歌曲 山楂树就是其中一首 这样的事情在当时只能偷偷的干 因为苏联的东西在中国早就成了禁忌 更何况文化大革命中把凡是沾一点爱情的东西都当作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东西给尽了 按当时的观点 山楂树不仅是黄色歌曲甚至算得上腐朽没落作风不正 因为歌词大义是说两个青年同时爱上了一个姑娘 这个姑娘也觉得他们俩都挺好 不知道该选择谁 于是去问山楂树 歌词最后唱道 可爱的山楂树啊 白花开满枝头 亲爱的山楂树啊 你为何发愁 最勇敢最可爱的到底是哪一个 亲爱的山楂树啊 请你告诉我 安理嗓子很好 是所谓的羊嗓子 自称意大利美声唱法 比较适合唱这类歌曲 每到星期天休息的时候 安理就跑到静秋家 让静秋用手风琴为他伴奏 尽情高歌一阵 安理最喜欢的歌就是山楂树 至于他喜欢这首歌 到底是因为觉得这歌好听 还是因为他也同时爱着两个人 不知如何取舍 就不得而知了 所以静秋听张村长提到山楂树 还真吃了一颗树 以为他也知道这首歌 不过他很快就明白过来了 是真有这么一棵树 而且现在已经成了他们几个人的奋斗目标了 背包压在背上又重又热 静秋觉得自己背上早就让汗湿透了 手里提的那个装满了小东西的网兜 那些细细的绳子也似乎早就勒进手心里去了 只好不停地从左手换到右手 又从右手换到左手 正当他觉得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忽然听到张村长说 到了山楂树了 我们歇一脚吧 几个人一听 如同死球们听到了大射令一样 出一口长气 连背包也来不及取下 就歪倒在了地上 歇了好一阵 几个人才缓过气来 李师傅问 山楂树在哪里呀 张村长直指不远处的一棵大树 那就是 静秋顺着张村长的手望过去 看见一棵六七米高的树 没觉得有什么特殊之处 可能因为天还挺冷的 不光没有满树的白花 连树叶也没有泛青 静秋有点失望 他从山楂树的歌曲里 提炼出来的山楂树形象 比这诗情画意多了 他每次听到山楂树这首歌 眼前就浮现出一个画面 两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 正站在树下 等待他们心爱的姑娘 而那位姑娘则穿着 苏联姑娘们爱穿的连衣裙 闪闪的从暮色中走来 不过当他走到一定距离的时候 他就站住了 躲在一个小伙子们看不见的地方 忧伤的询问山楂树 到底他应该爱哪一个 静秋好奇地问张村长 这树是开白花吗 这个问题仿佛触动了张村长 他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这棵树呀 本来是开白花的 但在抗日战争期间 有无数抗日志士 被日本鬼子枪杀在这棵树下 他们的鲜血灌溉了树下的土地 从第一个抗日英雄 被杀害在这里开始 这棵树的花色就慢慢变了 越变越红 到最后这棵树就开红花了 几个人听得目瞪口呆 还是李师傅提醒几个学生 还不快记下 几个人恍然大悟 看来采访现在就开始了 于是纷纷掏出笔记本 刷刷地记了起来 看来张村长是见过大世面的 对这四五杆笔刷刷记录他讲话的场面 好像早已司空见惯 继续着他的演讲 等他讲完这棵见证了西村平人民 抗日历史的英雄树的故事 半个小时已经过去了 一行人又启程了 走出老远了 静秋还回过头看了看那棵山楂树 隐隐约约的 他觉得那棵树下占着个人 但不是张村长描绘过的 那些被日本鬼子五花大榜的抗日制式 而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 他在内心里狠狠批判了一把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 决心要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 把教材编好 这棵树的故事是肯定要写进教材的了 用个什么题目呢 也许就叫血染的山楂树 好像太血腥了一点 改成开红花的山楂树 或者红色山楂花 歇了一阵之后再背上背包 提上网兜 静秋的感觉不是更轻松 而是更吃力了 可能背与不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先甜后苦 总是让后面的苦显得更苦 不过谁也不敢叫一声苦 怕苦怕累是资产阶级的一套 静秋是唯恐别人会把它往资产阶级那里划的 本来出身就不好 再不巴巴的靠着无产阶级 那真的是自绝于人民了 党的政策向来是出身不由己 道路可选择 那就是说 你要比出身好的人更加注意 绝对不要有一丝一毫 非无产阶级的言行 但是苦和累并不是你不说就不存在的 此时的静秋恨不得自己全身的痛神经都死掉 那就不会感到背上的沉重和手上的疼痛了 他只能拿出多年练就的绝招来帮助自己忘记身体的苦痛 那就是胡思乱想 想得太入神的时候 他往往能产生一种身在笔触的感觉 好像灵魂飞离了自己的躯壳 变成了那些想象中的人物 过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 不知道为什么 他老是想到那棵山楂树 被敌人五花大榜的抗日制式和身穿洁白衬衣的英俊苏联小伙交替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而他自己时而是即将被处决的抗日制式 时而是那个因为不知道爱谁而苦恼的苏联女孩 搞得他分不清自己究竟是更接近共产主义 还是更接近修正主义 山路终于走完了 张村长站了下来 指着山下说 那就是西村平 几个人都抢着 跑到山崖边去观赏西村平 只见一条小河 像条绿色的玉带 蜿蜒着从山脚下流过 环绕着西村平 沐浴在初春阳光下的西村平 比静秋以前下去锻炼过的几个山村都美丽 真算得上山清水秀 站在山顶鸟看西村平 整个村庄 整个村庄近收眼底 田地像一个个绿色的褐色的小块块一样遍布整个山村 一栋栋民房散落在各处 中间有一处似乎有不少房子 还有一个大厂坝 张村长介绍说 那就是大堆部所在地 队里开大会的时候 村民就到那里去 有时搞连环晚会 也是在那里举行 张村长解释说 按宜林县的编制 一个村就是一个大队 所谓村长实际上就是大队党支部书记 不过村里人都爱叫他村长 一行人下了山 首先来到张村长的家 他家就在河边 从山上就能望见 家中只有他妻子在家 他让大家叫他大妈 家里其他人下地的下地 上学的上学 休息了一会儿 吃过了饭 张村长就开始安排几个人的住处 李师傅 陈副校长和那个叫李健康的男生 住在了一户村民家里 罗老师只是暂时住几天 在写作方面做些指导 过一两天还得回去教课 所以随便在哪里挤挤就行了 可惜的是 三个女生不能住在一起 虽然有户村民同意 把他家的一间房给学生住 但只能住两个人 张村长只好说 你们当中剩的那个就住我家吧 可我家没有多余的房间 只能跟我二闺女睡一床了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